疫情冲击 大型会展上半年几乎是停摆 而以台中世贸来看 直到这个月份才恢复活动 登场的台中休闲美食展延后四个月举办 而希望让买气回身 也为在地的美食店家争取曝光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测进会 是带领着十大伴手礼进驻会场 各家业者卯足全力 希望能够补足业绩 台湾美食的特色店家齐聚 大方让民众适事品尝 现场香气四溢 而各家更是卯足全力强客 回回近9个月的热闹景象 再现台中世贸 受到疫情的影响 原本是在6月跟8月要举办 那因为疫情所以延到10月底才来举办 那规模大概减少了大约两成左右 追党台中休闲美食展 最受瞩目的就是台中十大伴手礼专区 每一家业者都各有其特色 像是在点心界相当火红的软酥糖 还有已经由结合丝瓜制作成的香皂文庄商品 都是来自于台中 而台中市公测会 是带领学四家业者走出电商平台行销 还争取消费者的印象分数 袜子还是什么穿高跟鞋 会比较有厚厚的那个角质层 我们拿这个丝瓜绕来 把它刷它的那个角质层 会旧角质层会比较容易脱落 往年的话可能会带着厂商到国外去参展 那今年的话可能就也没办法 因为也出不去 那对方也进不来 所以我知道有些厂商他们自己 其实有一些平常就有一些 网路的平台有在施作 但是中小型的店家可能还没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 我们也会比较着力在协助他们 攀展次数不多 但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会来增加我们自己的曝光度 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些实战经验 对因为这是算属于第一线的销售 所以跟网路上通路 两者是有相差距的 疫情冲击给变了消费形态 不过实体的互动服温暖 还是能为品牌加分 医者们是全力冲刺 希望能透过这一波 来带动年底的消费买气 记者听见话台中采访到